圣女魔力无所不能,为什么射出小鸟游圣等,被召唤到中世纪一世界都能逆转圣。 一个残忍的真相。 我的频道用左翼的角度分享有趣的是,记得订阅我的频道,赞好,转载影片,及课金赞助我的影片。 圣女魔力无所不能,是一本女性相亲小说、故事讲述,被加班和工作折磨到不成人形的,女主角小鸟游圣,一天回家后,和另一位少女育员艾良被召唤到异世界。 小鸟游圣其实肩负了圣女的责任,要到各地驱除瘴气和魔物。 但是与圣女魔力无所不能的开头情节,小鸟游圣立即被该国负责圣女召唤仪式的王子凯尔,冷落在一旁。 于是无所事事的小鸟游圣,在机缘巧合下经过药物研究所,加入成为研究员。 结果圣女魔力无所不能情节发展到中间,小鸟游圣制作的药水,竟然附加额外五成效力。 成功用功效超拙的上级药水,救助因讨伐魔物受伤而垂围的骑士团长霍克,生优势因锦孝红,得到他的好感。 之后小鸟游圣更加大展神威,用超强的圣属性魔法,治愈好因讨伐魔物受伤而残废的骑士。 因此,越来越多人反而怀疑小鸟游圣,才是真正的圣女。 究竟小鸟游圣能否保着自己得来不易的悠闲生活? 圣女魔力无所不能,是典型的异世界转生轻小说。 这种类型的轻小说于日本大型奇道,据说轻小说有约80%,左右都是异世界转生轻小说。 而转生的世界几乎都一定是,大约是类近中世纪的欧洲文明世界。 这本圣女魔力无所不能笔下的异世界也是如此。 其实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,中世纪是一个糟透的世界。 贫穷落后,卫生恶劣,死亡率高,经济停滞,人权低落。 如果,你到达后不要以为像蔡月卯般受到后代,艾蜜莉亚很大可能,基于贵族思想当你是奴隶般使唤,人们还自带臭味。 若果是我,一定不会选择转生到只有中世纪文明的一世界。 为什么很多轻小说都像圣女魔力无所不能斑,以中世纪为转生目的地? 当然也不代表生于现代社会的我们过得好,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,让普通人沦位设处,被永无止境的工作,压迫的极端痛苦。 因此很多轻小说,才把转生地点设定在中世纪,其实亦是借轻小说,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危机。 先不谈这点,我们改为讨论,为什么像圣女魔力无所不能的小鸟游圣这样的社畜,除了剧情需要之外,为什么它们都能够在异世界让人眼前一亮? 原因就是因为,不同的社会的生产模式不同,因此现代的社畜,转生到中世纪异世界都能有亮丽表现。 像圣女魔力无所不能中的异世界,属于封建时代,当时的统治阶级,一旦于它们的宫殿、城堡、市集,积累了足够的日用品、艺术品、奢侈品后,它们就没有兴趣再提高生产力了。 即是当时的生产力只是,为贵族服务,普通平民只能过穷困的生活。 例如于圣女魔力无所不能,第五卷技术,研究所生产的上级药水,只是贵族或大商人才能够使用,平民不幸受伤,若过使用中级药水和低级药水,仍然无效,基本上只能等死或等残废。 于第五卷,小鸟游胜到一个港口旅行,遇到一个水手受重伤,该港口没有上级药水,中级药水,也无法治好那水手的伤,那个水手只能接受自己,最终会残废的命运,幸好小鸟游胜,给那水手自己制作的上级药水,当然外加五成功效,才能彻底治愈那水手。 但是正如企甘所言,封建制度的统治者,生产了足够自己的物资,就没有抑郁再增加生产了。 因此像小鸟游胜这样工作勤力的人,只要交出一定的成绩,就不会被封建统治者。 不停强迫你加班生产,例如圣女魔力无所不能中,故事有一幕,就是药物研究所所长约翰因为小鸟游胜生产过多药水,而勒令他停止,立即下班。 比走到此,读者也许明白,为什么转生清小说很喜欢中世纪世界,也许是因为,现代社会为了疯狂增加生产力,而催破所有人加班,加班,再加班。 哪怕逼死员工或让员工过劳死,也在所不惜,到时被媒体揭发,群众声讨,只要指派一个企业高层,做替死鬼下台即可,企业继续黑心剥削员工。 但是异世界不会催破你加班,反而因为你太勤力而叫你停止。 大家未必愿意生活在圣女魔力无所不能班的世界。 但是这是否好事? 若果大家仔细慎重思考,恐怕得不到这样的结论。 若果能像圣女魔力无所不能的小鸟游圣,转生后受国王礼遇,或者像其他转生清小说的主角,能转生到王室,公爵家,侯爵家,就最好不过。 但是若果你转生到农民家,甚至是奴隶之后,恐怕你的生活将会很惨。 马克思也有歌颂资本主义,即对他的批评。 中世纪的生产力低下,造就了种种迷信和落后野蛮思想。 这是马克思所批评的。 因此,马克思也不是对资本主义毫无加许。 哲学家汉纳厄兰曾言, 共产党宣言,是对资本主义,的最高赞颂词,不无道理。 就是因为社会的生产力,发展越来越高,就有的封建主义统治贵族,变成了生产力的障碍。 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,高举自由、民主、人权之民发动革命,推翻封建主义,大幅推动生产力,的增加。 结果就是生产的物品到了现代,原则上其实足够所有人过好的生活,只是,资本主义到了。 现代发展出现了停滞,为了追逐利润而导致浪费资源的生产,而非把资源拨掉到最需要的民众身上, 并且为了让这些无用的物品,得而卖出,资本主义透过娱乐或广告,等提倡虚假需求, 鼓励民众浪费金钱消费,并且为了敛财,资本家和大小公司,不停逼迫我们普罗大众加班生产, 但是却不肯增加薪金福利,反而要不停削减薪金福利。 为了将政府的资金拒位及有,资本家和政客勾结,在全球的社会不停削减福利, 进行赤裸的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,然后资本家将生产的利润绝大部分据为己有。 以上种种是马克思及其后的左翼,所激烈批评。 但是马克思和左翼并不认为,我们只能消极地等待向转生异世界轻小说的情节般, 幸运的有,转生到异世界的机会就好了。 马克思和左翼认为,我们这些打工异族,是势力最大的一群,绝对有能力。 反客为主,要求资本家、公司和政府,真正的为民所想,而不是为了追逐利润,而剥削我们。 我们可以,透过组织左翼政党、工会、甚至革命,结束统治阶级的暴政,将他们垄断的资源,分给大众使用。 到时,我们便不需要,再看转生异世界轻小说安慰自己,因为我们于现实生活的待遇,比起轻小说的主角更好。 也许,我们不必再羡慕圣女魔力无所不能,的女主角,我们欠缺的,就是于现实生活,通过公运争取更好的生活的决心。 我的频道用左翼的角度分享有趣的是,记得订阅我的频道,赞好,转载影片,即刻金赞助我的影片。